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的照片是我亲眼看到伟大的中国 上海外探的业绩最迷人了 不愧是东方的巴黎 我的师范大学是我心中的大学 教育方面很突出 而且大学里的社会很好 朋友以及老师们对我非常热情 我们互相帮助 互相关心 此外 学习汉语能够让我认识到更多的朋友 由于疫情的到来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有所改变 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学习上 从那时候起 人们开始很少接触 所以使网络科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工作上也开始流行Wolf for Home 学校里为了让学生能够继续受课 就在线上开设了网课 随时随地都能学 非常方便 我觉得自从有了网课 虽然在自己的国家 但是也能有机会受到中国的教育 这样科技与汉语就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蔡小斌学长是2016级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优秀毕业生 目前任教育泰国春武力府春武力技术学院 在这里工作 蔡小斌学长非常又爱自己的工作 并认真享受自己的知识给学生们 技术学院的特点就是 技术性享 汉语对他们来说还是很大的挑战 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如果勤奋刻苦学习 我觉得他们能够许得成功 泰国春武力府是EEC东部经济走廊 所以现在有很多中国公司来这里投资 学绩效的好数 是有了专业方面的理论以及社会实践 若他们再坚强汉语的基本知识 这样就能让他们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 尤其是和中国人一起工作 这样就可以扩大他们的工作范围 最后我希望自己未来用自己的知识 与经验来指导新一代的学生 为中泰友谊和中泰文化交流 做出贡献的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